GC 今天我们又来介绍一套 啊你们很少见的一套Fairing TOOS啊 Fairing TOOS 油压Fairing TOOS 这个是大型的大型 适合用在工业啊工业工程啊 啊这些啊做起来 也非常的轻松和舒服啦 啊为什么这个东西我们说是大型呢 小型的Fairing 2 大家都很常见啊 啊估计这种你们都很普遍常看到啦 那么这一套估计很多人都还没有看过 很多人都还没有看过 所以我们来今天来介绍一下 怎样操作使用 好吗 他有这一套呢 能扩管就是可以Fairing 也可以占管就是可以Expander 就是把它账管要连接 好这个全部已经很齐了 他有附加一个cutter 这个是轴承cutter就是Bairing型的 好吗全部是Bairing看到吗 你割起来也非常的轻松 好吗 这个东西有这个是属于油压型 油压型 呃那种账管油压的工具大概 大家也非常常见啊 常见有工程的客户应该都常见 这个工具 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属于油压 我说的为什么做起来非常轻松和简单 就是他因为他是油压 压起来感觉没有没有出力一样 没有没有耗力 不耗力了感觉不耗力 所以这个做起来很舒服很舒服 那么我们先试一下那个 呃扩管扩管的工呃那个操作 到底怎么样操作我们试一下哈 这个我这个压压头呢 我们这个不是叫这个就压一个呃 就是扩管的工具啦 模具我们先把它装起来 因为我们现在要做那个扩管啊 他和那个呃那个M16来福枪也好 把它子弹装好好吗装好 然后我们要拿那个 墨加加甲板那个甲板 我们找二分之一甲板 今天我们做二分之一的 那个那个管子了哈 好吗二分之一的管子 好我们放在二分之一的孔 把它夹哈 好了以后 呃来福枪 一样把子弹装进去 很类似来福枪 然后把这个 呃甲板把它锁紧 锁紧了以后 有使用过那个油压的占管呢 都很清楚这个是怎么样调整的 调到这个on 就是可以压了哈 你off呢就是会退回来哈 所以压我们就开始了哦 能看得见吗这个角度 当用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把这个呃 呃这个压杆退到完哈 啊我们指着这个调整 退一退一点 只要这个甲板能拉出来 不会卡住就可以了啊 所以你就不需要压这么多次啊 我们把它压好先 好压好了 那么看一下我退啊 你们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好 退的时候只要不要固定那个 呃那个不要卡住那个甲板就可以 拉出来啦 好这个地方把它锁回去 他就在这个位置啊 不会退到远 不然你又要压很多次哦 好吗把它这个开松 把这个甲板拿出来 看一下 非常漂亮哦 非常的漂亮 哦非常漂亮 把它打开来 好吗非常漂亮 好吗这个就是 扩管 扩管的操作 那么现在我们来做那个 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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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用那个四分之一的管子啊 你试一下 来 一样的这个甲板 一样甲板 我们也是放在二分之一那个 放在二分之一的那个规格 因为你用二分之一的管子啊 现在我们要做那个 扩管 扩管 这个地方要放长 老叔父都会的了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磨剂换一下啊 我要放扩管的磨剂 把那个扩管的拿出来 拿 然后这个是 二分之一啊 把它一样 像装子弹一样装上去啊 好 把这个甲板一样放下去 好吗 一样放下去 放到底了以后把它锁紧 好吗 锁紧了以后 这个一样开在on啊 我们就可以压了啊 看到吗 我们就不需要压这么多次 已经到达那个管子的地方了啊 很轻松很舒服 感觉你真的没有出力一样 然后没有用到力一样 好把它上出来啊 很轻松 看到吗 好了 看得到吗 嗯这个是这个角度不是啊 好我们就把它推出来 好把它开松 好看吗 非常的漂亮啊 也非常的精密啊 很fit的啊 这个做起来你看 我们插下去非常紧 非常fit 好我们就可以开始烧汗了 好吗 这一套就是我们所讲的 呃 全用途了 就是可以脏管和扩管 都能够使用 好吗 这个做起来非常的 舒服 非常的舒服 好 谢谢